歡迎大家收看另一節的Fly Tying Video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這一隻Marsh Brown 是一隻經過時間洗禮的一隻Wed Fly 很傳統的一個Pattern 很多時候你見到一些樽魚在吃水面 最近在Sage 又或者Buzzer的時候 你放一隻Wed Fly 因為它在游泳的水中 它的勾身比較輕 而且很多東西會沙漏出來 它會承托在水面的底部 很多時候魚因為不用隔頭上來吃 戒心會不太低 所以很多時候會吃這隻Fly Tying 今天我們用的勾 是Karmazan D170 14號 大小隨自己喜歡 有些人覺得這隻 它又不是Imitation 是一隻Attractor的Pattern 他們會喜歡做大一點 10號12號 又或者有些人喜歡小一點 16號也有 隨自己喜歡 我們先把這個勾固固定 看看是否實質 先 我們今天會用到這個Uni 80 黑色 我們先把線路上去 先把線路上去 然後把線路上去 把線路上去 把線路上去 這樣好了 我們會用到英國PATCH STRAGE 啡色的羽毛 香港如果找不到的話,大家盡量找一個代替品 找一些比較多點心啡色的羽毛 通常有大有小的羽毛 我盡量找一個例子給大家看看 一大小 因為這隻羽毛是14號,我們盡量找一些比較小的羽毛 越多這些羽毛的羽毛就會更好看 首先把羽毛的羽毛撕掉 之後用比較長的羽毛的羽毛 撕出來,左右對齊 我通常會做歐柄1比1的長度 撕在尾上 兩圈 多餘的物料 我通常會打斜 撕掉 原本的圖案是用一個金色的反光線去做一個ribbing 今天對照我平時釣開的羽毛 因為他們喜歡吃perl的色彩 會用到這個unimiler perl的16號ribbing 香港很多時候都會有這個閃光物料買到 可以用那些 很多時候文具店都會找到 剪出來 剪出來 我們在尾上 上去 紮實 然後把多餘的羽毛收起來 放在尾上 其實這些物料 如果有曬出來也不要緊 我們之後會用一個dubbing 將它全部遮蓋 然後把尾巴放在尾上 尾巴放在尾巴 尾巴放在尾巴 我們今天會用到這個fosquaro 香港找一些比較短的 深色 深色 深綠色 啡色都可以 我們拿些出來 把尾巴放在尾巴上 之後把尾巴放在尾巴上 然後把尾巴放在尾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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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可以收貼一點 盡量做一個蘿蔔形 這樣就更好看 OK 這裡可能要拿多一點 再補多一點 把尾巴放在尾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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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多餘的 撕掉尾巴 之後,把它紮實 把刀魚的物料梳後 把刀魚剪掉 剩下的刀魚就可以剪掉 之前剩下的刀魚,還有很好的魚毛剩下 用小的頭部口調整個顔色 在頭部後面做一個形 我們用小的頭部口調整個 把頭髮夾住 把頭髮疏在後面 靈身這邊對著自己 觸緊 把頭髮砸下去 用多餘的物料 把頭髮砸下去 同樣地,我們用這個 Loyco Applier 捉住尾 然後打圈 視乎你的刀的質素如何 如果纖維多,一圈就足夠了 在這裏上去兩圈 然後用90度 扎實 90度 扎實 扎實 多餘的,我們把它剪掉 你看到有很多東西灑在前面 不要緊 只要把頭髮疏在後面 從頭髮 這時候 你小心 手不要碰到勾尖 弄到自己 把頭髮疏在後面 從頭髮疏在後面 從頭髮疏在後面 你可看到 那些全部纖維都在後面 之後我們有這個 Wing 這個是Fascent 一左一右 你看到我這個 其實都用了很多 自己選擇 通常 多點點 多點紋路 就會比較好看 一左一右 我之前的101 教學 也有靠大家 怎樣選擇 或者怎樣裁 那個 液出來 這裏我不多說 一左一右 我們把尖尖對齊 對齊了之後 拍上去 勾身 長度 我通常 會是 頭 跟勾 轉彎位 對直 好 好 接著 觸緊 把尖尖 插進去 覺得不可以的 後面 把尖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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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進去 好 這裡 觸緊 拉下去 再繞圈 這裏都是比較短 很短的 我會翻轉 觸緊 把尖尖 插進去 OK了 自己覺得 喜歡 把尖尖 落死 然後把多餘的物料 剪走 把尖尖 切成 好 然後把尖尖 把多餘的鮮毛 收起來 然後 直接在這裏 做 緑 完成 拉緊 拉緊 多餘的線 把尖尖 剪走 這隻Fly 最後的步驟就是 上Varnish 或者你喜歡的可以用 Super Glue 不用多的 最重要是 雲巡 WedFly 通常在頭部 Varnish 會做兩至三次 它更好 更好 這隻Fly 就完成了 是一個很簡單的 Pattern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